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2005年辭去新聞局長參選台中市長 但是呢並沒有選上 之後他就留在台中耕耘地方 因為是學者從政 所以林佳龍跟傳統的政治人物性格很不一樣 也總讓人覺得不夠脾氣近人 但是呢這十年來 林佳龍大台中跑透透 緊握了每一雙手 讓人看見他的改變 這一回在戰胡志強 要展現十年摩一劍的力量 拉著市議員陳世凱的手 造勢氣氛熱鬧滾滾 林佳龍再次為民進黨出征台中 有備而來 知識者熱情要簽名林佳龍來者不拒 但如此情景得來不易 2005年辭官參選台中市落敗 林佳龍頓時失去政治舞台 最艱困的時候跟在佳龍旁邊的人才三個人 告別室的時候人家故意把他唱了 就是留得很後面 這個都還滿頻繁的 政治現實歷經人情冷暖 林佳龍決定從零開始 勤走基層一步一腳印 競選總部裡使用蒙太奇手法的巨型海報 每一張組成的照片通通是過去十年大台中29區走透透的紀錄 不過林佳龍學者出身理性冷靜 不像傳統地方政治人物大名大放 個性曾被認為像隔著保鮮膜 和蔼不可親平意不敬人 在立法院算是跟同仁之間互動相對比較少的委員 那這個跟他整個對一些政治的運作 或者說他角色定位有關係 他現在在當立法委員也好啦 以前在中央黨部的同事也好 他就比較固執啦 他比較不會高均結動 文文如意啊 卻也給人感覺隔了沉沙 太太廖婉如倒是認為林佳龍比較像是保溫盒 外表或許看起來不是那種光鮮亮麗型的 那拿起那個保溫餐盒 你也覺得溫度好像不會熱熱的 可是當你打開那個餐盒 你就發現裡面的菜是熱騰騰的 每個菜色都是那麼的美 那麼用心在準備 其實我是充滿熱情 只是我比較含蓄 你說話台語說就說 他悶騷啦 悶騷是林佳龍給自己下的註解 右手握著選民 左手也湊上去一起握 這是林佳龍跑攤常常看得到的動作 也是十年來看得到的改變 兵器一手握 那麼擔保來得比較有溫度啦 有機會傳達溫度 他只能透過握手讓別人感覺到 他想傳達的訊息 我想跟你交朋友 既然外表個性將糊不起來 林佳龍只有更勤跑第一線 和選民見到面握到手 是感受得到的溫度 也是打破環離的關鍵 但不變的是做事的態度 工作狂嘛 然後 當然你不用有趣來形容他啦 他是個很認真的人 他很喜歡在晚上 我們兩個在睡覺前 然後他會跟我講他 想要做些什麼事情啊 聊政見啊什麼的 不變的學者性格 改變的是神冷態度 十年林佳龍期待 展現滴水穿石的力量 全民族的力量 是